繼上午視察大五輪沙灘現場之後 市長謝國良二度來到現場 在消防局長向永才 水上救生安全協會人員陪同下 前往沙灘進行實地會堪 瞭解周邊海域離岸流情形 在這邊玩會比較多 所以說它現在沙灘的變形以後 它走走走下去 你看看水的顏色會深淺不一樣 那邊會比較深一點下去 所以他們可能在前前前跳 跳到深的時候 然後又帶上離岸流就會流出去 是要實地上現場去勘察一下 發生事故的水域 因為事實上 包括在左邊的硝波塊 還有在右邊的一個角落 都有一些岸流 這個岸流都是發生事故的 具體的地點 那我是希望能夠了解一下 那另外我們未來 如果要重新開放的話 勢必我們會拉進新的警戒線 有可能要對新的警戒線的範圍 自己也要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就跟水上救生的教練協會 就是承辦這邊救生業務 還有消防局 一起來看一下相關的一個警戒線 跟高危險海域的一個 實地的一個境遇情況 隨後謝國良親自搭乘橡皮艇 勘察周邊地形 海流情形 針對未來新的救生方案 現場的救生單位 也將用機動性的動力設備 作為救援的輔助工具 那邊的水流是非常的亂非常的急 即便我們在這個救生艇上面 也感覺到很多的水項不穩定 那我個人的觀點是 這個警戒線一定要重拉 然後一定要嚴格的來規定 來按照這個警戒線來整 那這個警戒線一定要拉得要近很多 所以我們會在這幾天去溝通討論一下 這個警戒線要能夠充分的發揮作用的前提下 他向我們才會開反 所以我們在這幾天會密集的來討論這個事情 大五人沙灘一直是夏天熱門的細水景點 但看似平靜的海域 其實暗藏危機 因為是內縮型的海域 海浪拍打上岸 在地形的效應下容易產生巨浪 另外退潮時地底落差大 沒有注意就會踩空引發溺水 浪上來了又要退回去後浪壓前浪 所以就會有上下擠壓的事情 那是一般狀況 可是浪上來了又不是整齊的整片上來 零零碎碎的來 所以呢他在來的時候呢 中間只要有縫隙 所以上來退不回去 他就會走中間出去 中間出去這一下子我們就叫做 離岸的離岸流 或者叫離岸的激流 激就是激動的激很厲害的 距離不長可是力道非常大 所以連擁有健將有的時候碰到都沒有辦法 但他走不遠 那大概只走過50公里 100公尺就沒有力量了 所以一般的人碰到這個事情 會緊張 會害怕 所以在裡面一翻滾 或者是被水推倒了 在水裡面一嗆眼睛一閉 大五輪沙灘暫時封閉 市長謝國良強調 將在一週內定出水域救生措施 才會宣布沙灘重新開放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十幾年按照 六四 五張 軍時局究員